我这几天呢 自己发现自己生病 今天都在咳嗽 所以自己想 为什么我这几天 自己咳嗽就是 工作劳累 睡不够 放松不够 所以突然想到 我自己也有这个 音乐疗法排毒的工夫 所以今天早上就 想要录起来 给自己看 希望有时候 你再忙太多了 要把这个音乐 来治疗身体 首先呢 就是这种 很方便的 这种有音乐 我们就去找 比较放松的音乐 自然音乐 有带动气功的音乐 然后透过我去台湾 在泰国学习 很多那种放松的方法 然后你够放松的身体 它会自动 所以刚才我做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上半身我会感觉 哦 它平常 平常它是很松 好像这几个礼拜呢 一直在 讲话 手务 所以上面 蹦得很紧 所以透过放松 听音乐 看起来 练到全身满汗 我觉得上面都松很多 然后在练跳动的时候 它会 一直咳嗽 好像我们去看医生这样 好像它有在自己拍自己 拍后面 拍前面 拍后面 但是这种的动作呢 是没有想过 都是它自然而然 因为音乐 进去身体 它会自然动起来 然后它拍的地方 我们也不用想 它是自己去拍 它拍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有 绷紧的地方 所以刚才拍了 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全身满了 它就觉得舒服一点 来一段咳嗽 就把那个 那个什么 谈 把它很 很 很腻的 很浓的 把它拍出来 也是算一种的 音乐 排毒 都想录起来 给自己看一下 以后都再多练 就是 提醒自己 也是 给大家知道 如果有时候 我们 生活太 绷紧 一直在工作 忙东忙西 我们身体就会生病 虽然吃得很好 尤其也是吃素 但是身体 它会变得很寒 然后身体会 绷紧 所以我们要透过 放松 找自己的时间 打坐 身体就会回复起来 好 看大家 好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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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吃饭